各位同學大家早 我們就來開啟今天這週的統整式線上課程的內容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到這個 就是第四章 就是矩陣的應用的最後一個內容 就是來談到二階的線性變換矩陣的部分 好 那首先呢 我們還是會照網立來做一個課程進入的說明 那包含就是上週的這個進度 也就是說呢 我們會先談到幫大家來複習一下轉移矩陣的一個應用 然後呢會來提到這個 就是說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談到這個二階線性變換的這個矩陣 好 那我們今天首先要來介紹的就是 那到底什麼樣叫做一個二階線性變換矩陣 它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以及呢 那我現在假設有一個圖形 在平面上經過線性變換之後 那它的這個變換過的面積 跟原本圖形的面積 它們中間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關係 好 那我們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這個 好 來複習一下 不帶大家複習一下這個轉移矩陣的部分 好 那在這個 課程進入說明 接下來在禮拜四的部分 我們就會來進入到接下來的兩個 就會延續我們現在就是說 談到線性變換的內容 然後呢 會再進一步的談到說 我們在談到二階的這個線性變換矩陣當中呢 有四個 有四個 這個 線性變換矩陣喔 好 那我們在禮拜四的部分呢 我們會先介紹兩個 分別叫做伸縮矩陣跟推移矩陣 好 那 還有另外兩個 我們會留到 留待下個禮拜的這個課程的部分 再來 各位同學來進行這個說明 好 那再來我們會 先來複習一下 我們上週的這個 課程紀錄的部分 好 那我們上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轉移矩陣的這個回顧的部分呢 好 那我們用這個題目 我們來當做一個例子喔 好 那在地方上呢 好 有兩位 有兩位 人士呢 叫張安跟李平 他們要角逐這個 鄉長的這個 這個部分 結果呢 張安的得票率是55% 那李平得票率45% 然後呢 由張安勝選 那民調這個機構預測呢 如果下任呢 鄉長 人由張安與李平兩個人來競選 而且呢 選民相同 而且每一張票都是有效票的這個情況之下 則本屆支持張安的選民呢 會有25%導向支持李平 然後呢 本屆支持李平的選民呢 會有10%導向支持張安 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描述這個現象的轉移矩陣是A 則 現在問你 就是問說這個行列是 A的這個矩陣行列是的絕對值會是什麼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把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首先呢 我們先用這個 樹狀圖的方式來表示出來 首先你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一開始的這個支持者 你這一次的 票選的 這個鄉長的人選是張安 然後呢 他一開始的得票率是55% 好 然後 這個 你下一屆 下一屆 支持張安的部分 然後呢 他的選擇一樣會有兩個 一個是張安 再來他會是李平 好 他說呢 有25%的人會導向支持李平 也就是說 在這裡的話會有25% 從張安導向李平 反之呢 有75%的這個選民呢 還是會繼續支持張安 好 那假設原本是李平的這個選民來講的話 他原始的得票率是45% 好 那在李平的這個部分呢 他下次 一樣會有兩個選擇 分別就是張安和李平 好 那本屆支持李平的選民有10% 導向支持張安 好 所以 在這邊的話呢 導向支持張安有10% 然後呢 原本投給李平的是90%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狀態呢 把它寫成一個轉移矩陣 也就是說 這個轉移矩陣的寫法 會用它來描述 就是 轉移前跟轉移後的這個狀態 所以你一開始 我們會把這個轉移矩陣的部分呢 這個 在上方這個部分呢 這個 列的部分呢 列的部分 好 好 那上方列的部分呢 是轉移前 然後呢 左方行的部分呢 是轉移後 好 好 所以 轉移前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寫在上方 這個是前 然後呢 轉移後 寫在 左方 好 所以 由提議來講的話呢 它一開始喔 如果是張安 好 那 還會是張 第二次投票 的部分還會是張安 就是75% 就是4分之3 好 然後呢 轉向投為李平的 就是1分之1 好 那你一開始是李平 後來轉向張安的是 10% 所以1分之1 然後呢 保持是李平的 10分之9 好 所以它說喔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轉移矩陣 叫做A 所以呢 喔 這個轉移矩陣A 的絕對值 就會是 4分之3 10分之1 4分之1 跟10分之9 的絕對值 所以這個經過計算之後 就會得到是 20分之13 好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再追問 就是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好 就1 好 就是說我們可以由 此 好 轉移矩陣 好 那我現在呢 推估 兩陣營 的得票率 好 也就是說 我現在有轉移矩陣來講的話 這個4分之3 4分之1 10分之1 10分之9 好 然後呢 這邊的話是 1百分之55 好 再1百分之45 好 所以我們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好 乘法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來得到 好 這邊就是 4分之3 好 乘上1百分之55 加上 10分之1 乘上1百分之45 好 這個就會是 在 下次 好 張安的部分 所得到的這個票 好 也就是說 第一個從張安本身自己的票 再加上禮品 轉過來的這個票 然後再來 4分之1 乘上1百分之55 乘上10分之9 乘上1百分之1 好 這邊是加好 抱歉 加上10分之9 乘上1百分之45 好 所以 我們就經過這樣子的運算 好 就可以得到 這個 張安的這個得票呢 是 百分之52.75 好 所以 李平的這個得票呢 就會是 47.25 好 所以 經過一次的這個 選票的這個轉換之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說 下一次的這個 兩陣營的得票率 就會有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變動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藉由 107年的指考術儀 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 轉移局證的部分 好 那 他除了可以問說 我現在轉移局證出來之後呢 他的行列式的絕對值之外 那我們還可以再做一次計算 再推估 有這個轉移局證 運算下來兩個陣營的得票率 分別會是多少 所以 52.75 這個部分就是張安 下一次得票率 47.25 就會是李平的這個得票率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進到的是本週的課程重點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呢 就來探討 第一個叫做二階線性變換矩陣 那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來談到的是 這個基底項量 10跟01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它視為是座標 你要構成一個 座標平面上 就是 X跟Y軸 的兩個單位向量 10跟01 就是X跟Y的兩軸的單位向量 它就是稱之為做 构成這個XY平面的這個基底向量 所以說根據這裡就可以知道呢 你平面上的縮點 都可以表示成為基底向很清楚 比方說23 它就可以寫成 2倍的10 再加上3倍的 這個01 寫成 基底向量的線性組合 那我們現在由這個線性組合的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來談到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二階線性變換矩陣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線性變換矩陣 它就相當於 把原本的基底向量 對應到變換後的這個向量 比方說有一個線性變換矩陣 叫做 11 21 這個線性變換矩陣 所以它這邊在做的事情呢 即 它將原本的 10 變換到 11 然後呢 它把 01 這個 向量 變換到 21 所以 它在做的變換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把原本的10 變成到 11 然後呢 把01 變換成21 所以這個 2121的這個線性變換矩陣 就是找出兩個原本的基底向量 然後呢 把它對應到 變換過後的這個 向量的部分 那就構成了一個二階的線性變換矩陣 好 OK 好 更正一下 前半段的部分 這邊是 52 47.5 OK 前面的部分 計算上有點出錯 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在第 三個 二階線性變換跟 跟面積 跟面積 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一下說 欸 我現在線性變換過後的圖形面積呢 跟原本的面積之間的這個關係 會是什麼 所以假設呢 我現在有一個 這個線性變換 這個線性變換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這邊要學的 假設就是說 欸 有一個線性變換叫11 好 1121 好 那我們剛剛講 它就是把呢 我現在原本的 圖形 就是說 10 這個項量 跟01這個項量 這兩個基底項量 它現在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的圖形 原本它是在一個1乘1的 單位長方形當中 我們來計算 這個圖形的面積 那我現在把它變成是1121之後 我就把10這個項量 把它變成 好 10把它變成11了 好 把它轉成11 所以10這個項量變成11 然後呢 01 就把它變成是21 好 把它變成21 好 所以01就變成21 所以我現在呢 由這兩個項量所張出來的 也就是說 我現在可以把它視為呢 我現在的這個坐標系 它是由 這個11跟21 為一個單位 單位的這個平行四邊形 所構成的這個圖形 所構成的圖形 所以說我現在在計算面積的話 它每一個單位就會是一個 這個平行 平行四邊形 所以呢 這個平行四邊形 由11跟21 所張 的平行四邊形 面積 極為 好 就是呢 好 這個 1121的這個 好 這個 這個 矩陣 它把它寫成一個二階行列式的部分 把它寫二階行列式的部分 那我們要計算面積的話 就是 加上 加上絕對值 加絕對值 好 所以這個還是1 所以你發現說 我現在把它做現金變換之後呢 我的這個 好 面積 雖然說它的這個現金變換過後 它有變形 但是呢 它的面積跟原本的面積事實上 會是 會是一樣大的 會是一樣大的 好 OK 所以等於說 它只是做了一個變形 但是你的這個 變換過的圖形面積跟原面積之間的關係 它會事實上會是相同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 留待 各位同學在詳細看完 就是提供的這個 影片講解之後呢 會有更深一層的這個概念 好 那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這個介紹 那我們的這個 線上影片的連結的部分 也幫各位同學整理在 整理在投影片上面 然後以及我們會把它整理在就是 就是 就是 Youtube的 底下的這個留言資訊欄當中 也請同學 再 上去 做這個 影片的這個學習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一樣會把這個 課程的部分呢 就是 放在這個 教育平台當中 讓同學去做這個參考 好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就 禮拜四的這個 線上直播課程再見囉 我們再見囉